中國互聯網金融巨頭螞蟻集團史上最大的IPO被緊急叫停 落幕引人猜測 最新的消息指習近平對螞蟻集團痛下殺手 是因為背後剛派股東勢力令習近平芒刺在背 馬雲已經暫時性限制出境處境急急可危 中共官方學者和金融高官近期接連暗示螞蟻集團不可能在中國上市 中宣部副部長徐倫宣稱堅決防範資本操縱輿的風險 被認為是劍指馬雲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會主席兼憑政總裁張勇日前公開表態支持反壟斷監管 外界關注習近平陣營和江澤民曾慶紅集團前袋子爭奪戰白熱化 習近平追擊螞蟻集團上市嚴防江派金融政變 根據《漢中國》11月24日報導 消息人士披露 螞蟻金服背後的江派股東勢力令習近平芒刺在背 於是習近平終於在最後時刻對馬雲痛下殺手 其實馬雲早在上海外灘金融峰會前就知道上市計劃被否決 為了找下台街 他在會議上估計放肆了一下 現在馬雲正在發動一切力量向上攻關 而他本人亦被限制出境 處境急急可危 從招股書看 馬雲只出資2000萬 佔股只是2.17% 馬雲同時又是螞蟻金服兩大杭州公司的實控人 即使如此 馬雲真正出資不到4000萬 而事實上 他是這家數千億市值公司的掌門人 但是螞蟻金服的眾多股東 都指向了一家叫做博育資本的投資公司 這家公司的實控人是江澤民的孫江志成 江家資本重度介入螞蟻金服 令習近平大為不滿 誓言要下大力氣整頓 消息人士披露 螞蟻金服被圍剿之後 馬雲心感不妙 除了向有關部門積極認錯 不斷釋放善意之外 集團高層也不斷想辦法突圍 進行向上攻關 另外馬雲也預感到 這次危機非同小可 已經做好最壞的打算 隨之而來的 是馬雲被暫時性限制出境 和以往不同的是 這次危機並非簡單地靠錢就能解決 習近平在最後一秒鐘 按了這個核案鈕 敲打馬雲背後勢力的意味非常明顯 阿里巴巴旗下主管網絡借貸的螞蟻科技集團 370億美元的IPO上市計劃 被緊急叫停後 另外介意識到馬雲事件背後 涉及中共不同派系的權鬥 馬雲的阿里巴巴 被指是江澤民等反習勢力的集結地 有消息指 習近平親自叫停螞蟻上市 劉鶴批示全面審查螞蟻集團業務 村頭螞蟻集團層層股權結構後發現 馬雲的豪華朋友圈 包括新希望劉永豪 巨人史玉柱 懷疑兄弟黃中君 著名演員趙薇 妙普等 均享有5億元人民幣 至50億元以上市值不等的螞蟻股份權益 根據螞蟻集團的股東訊息 博裕資本被爆持有該集團的A類股份 和C類股份 博裕資本的實際控制人 是江澤民的孫江志成 11月8日 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澤民表示 必須從螞蟻背後的股東勢勢研究 或者大家將蕭建華的事件 以及之後發生的事情聯想在一起 如果螞蟻潛藏著反習派的股東 螞蟻上市市值可能會升到4,000億美元以上 這個力量非同小可 或者這是一個線索 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說 螞蟻集團IPO和上市計劃被審議通過 即將啟動時 習金融和反腹背景於一身的王岐山 一改低調姿態 在中共五中全會前夕高調出馬 大談金融風險 強調中國金融不能走投機賭博的歪路 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環的歧路 不能走旁置偏局的邪路 實際上是有備而來 劍指螞蟻集團 馬雲公開頂撞王岐山後 金融高官和官媒相繼發聲批判馬雲 劉鶴隨後召開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會議 賦應王岐山 四部門聯合約譚馬雲等螞蟻集團高層 港交所上交所暫緩螞蟻金服上市 金融監管機構同期密集出台監管條例 招招針對螞蟻集團 李燕銘分析說 上述事件連環發生 顯示習近平當局針對螞蟻集團的追擊行動 籌謀已久 並非是意外突發事件 習近平陣營和江澤民集團的錢袋子 爭奪戰白熱化 國際局勢震盪巨變 中共內外交困的時候 習近平連出重招清洗互聯網科技和金融圈 劍指江澤民集團為代表的權貴利益集團 不僅容易是嚴防金融政變 亦是習近平陣營圍削江澤民 曾慶紅系列行動中的重要一環 金融領域清洗清頓 同針對政法、醫藥衛生、文宣科教系統 江派各大窩點 以及江澤民老巢老家的密集清洗行動緊密呼應 總總跡象顯示 中共高層博弈的形勢正在急劇升級 習近平陣營和江澤民集團 終極決戰的形勢隱然可見 江澤民和他的家族 已經成為習近平陣營重點遺剿的目標 周知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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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